杀一只猫就能考到一次一百分 为了献红的双百 这位学渣变成了虐猫狂魔 今天继续给你们带来 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单元系列的第二个故事 猫的孩子 高三达眼是班上成绩排名的倒数 没有学习天分的他 无论妈妈给请来多少家教 对他而言都是无用功 爷爷寿宴上 亲戚们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绝对少不了的话题 就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他们互相炫耀攀比 有台大的也有北大的 唯独哥哥不入的 只有抬不起头的阿眼 他如坐针毡 这种大型的炫耀场面 对他来说无疑是打脸现场 父亲从不关心他的成长和教育 每天都不回家 只知道在外面鬼混 却又时刻指望孩子能有好成绩 让他脸上有光 而母亲明知丈夫有外遇 却咬牙隐忍 即便被家暴也不会开口离婚 他把丈夫不回家的行为 全就在阿眼身上 不说拳打脚踢 光是语言上的刻薄 就让阿眼变得极其自卑怯懦 嘴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 一来二去 阿眼认为自己家庭的不幸 全都来源于他的成绩不够好 达不到父母的期望 他们就会对他失望 可即便是被打骂嫌弃 极度缺爱的阿眼 心底还是渴望得到母亲的一丝关怀 一次阿眼捡了几只流浪猫回家 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 还嫌家里不够乱世吗 他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下次的模拟考 阿眼没有考到满级分 就把这栋房子过户给外面的小三 想让他在短短时间内 从倒数的后卫者 机身年纪第一 无疑是在强人所难 可父亲只负责把话说出口 做不做到 那是你的事 巨大的压力 快把阿眼瘦弱的肩膀压塌 无意间 他在学校的垃圾厂里 看到文静乖巧的年级第一 小智在殴打一个人 凶狠的神情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 见到偷窥的阿眼 他也不隐瞒了 说自己能闯进一个平行世界 凶狠的他是另一个自己 只要把成绩最差的人打一顿 现实世界的他 考试就能拿满分 如果能看到蓝色月亮 说明你也可以进行平行世界 阿眼听得一头雾水 可没过几天 他真的看到了蓝色的月亮 他去问小智 是不是自己也把成绩最差的 打一顿就行 不一定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上进的规则 这就要看另一个你会怎么引到了 时间迫在眉睫 阿眼急切地想知道 另一个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而该来的总是会来 一个寂静的夜晚 他看到自己正在把捡回来的猫 腻在水中 杀猫 难道就是他拿满级分的方式吗 果然在这次考试 他拿了满分 从学渣摇身成学霸 在爷爷葬礼上 阿眼代表孙辈们发言 他挺起胸膛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 爸妈满意了 露出了消失已久的笑容 亲戚也不再嘲笑 这梦幻般的一切 仿佛都印证了平行世界的真实性 于是 阿眼开始对家里剩下的猫下手了 把他们埋在杜花娟盆底下 悄无声息 还得意地告诉家教老师 只要他在平行世界杀死一只猫 变成杜鹃花后 就能考到满级分拿到第一名 老师怀疑他精神出了问题 就去提醒阿眼妈妈 可反被骂了一顿 妈妈不承认自家孩子有病 可实际上 他早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只不过阿眼成绩有了非一般的进步 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七步考来临 阿眼突然出现幻觉 窗外的猫叫让他无法集中精神考试 妈妈知道后 尽管所有人 包括他在内都听不见 可还是在考场附近找起猫来 忽然一片片杜鹃花瓣从天落在阿眼身上 仿佛一只只被他杀死的猫 阿眼精神极度紧绷 而妈妈为了证明自家孩子是对的 就在场外学起了猫叫 可即便如此 阿眼还是考杂了 几乎门门零分 父母再次争吵 妈妈把阿眼送进了军事化馆里的补习班 因为没猫可杀 他回到了那个脑袋空空 落不下笔的状态 嘲讽数落的教练 外界父母的期盼 这些如潮水般的压力 压垮了他最后的一丝理智 这天晚上 他在阴暗的小巷里 以食物诱骗流浪猫 对其痛下杀手 得手之急 被巡查的警务人员发现 最后他被带进派出所 另一边 妈妈在乘车途中 一只流浪猫突然窜出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下车后 他发现坐在警车里的儿子 质问怎么回事 他却问 你爱我吗 月猫事情暴露 阿眼一家遭到市民围攻 心如死灰的妈妈 开始对阿眼使用冷暴力 全部心思投入到 家里仅存的怀孕猫咪身上 妈妈的视而不见 阿眼觉得自己 被全世界抛弃了 为引回妈妈目光 精神崩溃的他不 可妈妈却轻描淡写的 让他自己去吃药 他疯了 掐住妈妈的喉咙 并拼命指吻 你都不爱我 为什么要生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成绩不好 就活该被你们嫌弃吗 场面一度失控 就在这时 小猫出生了 新生命的降临 让两人都冷静下来 母子间的依赖与爱恋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充满希望 两人意识到 世俗的压力 已然扭曲了他们的感情 幡然醒悟 母子俩互相拥抱 重归于好 一年后 妈妈与爸爸离婚 阿眼找了份热爱的工作 也不再为满极分而忧虑 生活很朴素 很简单 却很快乐 故事最后 阿眼和小智聊起耶稣 耶稣被世人杀死 却又宽恕拯救了世人 对于阿眼来说 猫咪牺牲自己 帮他考到了好成绩 找回缺失的母爱 对他来说 猫咪就像是神的化身 漏水的屋顶 像极了父母残破的婚姻 只有当屋顶修好了 与不幸的过去道别 生活才有可能变好 离开急功近利的社交圈 才可能找到自己内心追求的深切盼望 好了 这就是今天猫妹带来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